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多是在店铺 如果留意到店铺的款式 比較鬆身一點 我就會問問店铺有否可試 但會比較困難 有時可能試很多件 都未必買到一件 羅小姐是典型的加大買人士 要買到一件 適合新又適合深的衣服 真的不太容易 到了大約四年前的一天 她決定上網找適合自己的衣服 機緣口盒之下 就找到這間專賣超大馬衣服的店鋪 超大馬衣服的客員並不廣 選擇做這一門生意 是因為店主John 也是個超大馬的人士 235磅的她 小時候已經穿大人馬數的衣服 雖然仍然可以選擇到 海外舊子合身的衣服 但是張心比己 她都明白在香港 購買超大馬衣服的確相當困難 於是決定轉售自己在海外搜羅的衣服 以前小時候不要去買一些很trendy 很有型的衣服 你要買自己適合穿的衣服 都是相當不容易的 讓你找到 可能有剪牌 沒有牌子 質素當然也沒得要求 款式選擇也沒得要求 有你就要買了 所以我便有這樣的想法 小時候便有這樣的想法 希望可以找到一個地方 可以提供選擇 大家不要只用牛仔褲 或者甚麼都可以選擇 即是每樣東西都不會因為我們的身形 而導致我們少了選擇 John的店主要買超大馬衣服 大馬衣服的馬數由3L至8L 即是要為51吋至72吋 平時買褲 最大那條已經是34吋 但這裡有些不同 最小那條就是36吋 而我手上這條就更加達到60吋 適合不同人士的需要 買衣服最重要是貨員 John的店以售賣海外的衣服為主 日本的衣服更加佔了九成 一直以來我們都會主力在日本購貨 因為日本人始終對質量的要求比較高 所以我們會覺得 因為我們人肥 衣服的折舊可能損耗會更加大 所以要穿一些優質的貨品 所以一直以來日本都會是我們的不宜之選 Leggings Bosser Nan三 這裡都有 他認為超大馬人士也可以穿得有型 也可以跟著潮流以行 樓子這個是牛仔褲 其實是一個大品牌 日本製造的牛仔褲 它其實同一個款式裏面 小尺寸當然都有 專門店都會有小尺寸賣 但他們自己都會選擇不買一個型尺寸 因為可能很多商業因素考慮 例如褲子大了 賣的地方 或者Serve的人都是肥佬的話 你的店舖便會貴了 又或者重了運費都會貴了 導致他們自己都不賣 那我就賣 開業七年 公司去年的生意額有五百萬 今年開了新的分店 生意額更加渴望達至七百萬 阿John說 開拓更廣的海外市場 是他的目標之一 而現時流行網咎 他就看中這個市場 開設網上平台 加入了一個Live Hub的服務 即是說你隨時在網上 就可以按我的公仔頭 有企業員會跟你溝通 甚至可以開鏡看 即是有條新的褲子到了 你喜歡可以開鏡看 就叫企業員拿褲子給你看 這個褲子行不行 你喜不喜歡 都會令到地獄上 跟客人的距離人近了 這也是一個推展海外市場的方法 積極完善網救制度同時 亦都可以吸引到 一定海外股客慕名而來 現時公司網店覆蓋13個國家 45個地區 包括新加坡、馬來西亞、澳洲 亦都有其專屬的網店 快點 到後來 我們就很喜歡 我們就很喜歡 就跟客人的網絡 都是好